大家好,我是汤鸿心 近段时间有很多朋友问我 说练了太极拳 对儿童的智力发育 有没有正面的作用 那么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练太极拳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说 虚拟平静,松腰垂腾 就是把人的整骨和底骨上下这样拉长 这样可以保持人的血液循环 和脑脊液循环的畅通 如果说人缩在那里 那么脊椎的两个椎体之间会挤压 就是上下挤压变形 会卡住那个神经血管 那么这样的长时间对大脑的供血 还有脑脊液的循环肯定会受到影响 而且如果脊椎变形 它本身压迫神经系统 就对人的这个神经这个 这个系统的那个阻碍 也有非常的有反面的作用 那么练太极拳之后呢 它的作用是保持人的脑部的正常供血 就好比是说把我们的大脑比作CPU 我出场之后 它的最高转速每分钟是500转 那你如果说一个人知识不对 说在那里这个脊椎变形挤压了 那它就是说因为不健康而导致你的CPU的转速到不了500转 比方说只有400转 那么你的智力肯定是受影响的 那反过来呢 你就算是练了太极拳 好保持正常了 血液循环 脑体液循环都正常了 你最多也就是你出场的时候 这个500转转速 练了太极拳 也不大可能说能按你的CPU的转速 从每分钟500转上升到600转 这个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以我做例子 我呢是六岁 从小就开始练太极拳了 而且是家传的 手把手教的 我的爸爸跟我师父手把手教我 但是呢 我也只是考上了杭州商学院 我并没有考上青爬北大 那么跟我同年龄的太极教练群体当中呢 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从幼年就开始练太极拳的 那据我所知呢 他们的这个群体当中高学历的人很少很少 这就从一个客观证据上证明 练太极拳对儿童的智力发育 它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但是呢 它能够让你的智力正常 不会因为说说在那里了 脊椎变形了 比如说导致人的智力打折 这个功能是有的 但是说超出了人的正常智力之上的那个开发的这个功能 一般的来讲不是练太极拳能够能够让他开发的更好 好了 我呢希望大家对这个太极拳要有个正确的认识 对太极拳的功能有个正确的认识 就是说教太极的人不要盲目的去夸张练习太极拳之后的效果 那么学太极的人呢 也不要抱着什么妄想 如果开发智力能这么简单的话 那世上全都是超人了 微信扫一扫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关注3D太极公众号 获取更多精彩视频